有的选别说低级韭菜 有种顶级思维就是莫非定义 你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发生 观众浪眼让你不再害怕 目前的一个比特币价格是出现了一个回调 以太坊的话也是紧跟其后 是出现了一个调整的一个动作 那这一波回调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回调吗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一个比特币价格是在一个37,300美金一个水平 那经过了一天的一个调整 从上方的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是吧 37,800多美金的位置一路续向下进行回调 大家可以看一小时级别的话 它还是走了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 小型的一个通道 目前的话也没有去突破它上方的一个阻力 依旧是走了一个震荡 那下方的支撑的话是在这个黄色的线这里 36,600美金一个水平 如果去跌破这个水平的话 意味着你的一个多单 你要去止损做一个动作的一个止损 目前的话从一小级别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空头动能的话还在排列 整体的一个趋势的话 虽然大体是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行情 但是这个位置一旦跌破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个较深度的一个回调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击穿这个黄色的线的话 它可能会重新去回调到之前的一个水平 34,000多美金的水平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 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支撑的 在这个36,600美金这个水平 关键的支撑还是在的是吧 那如果它这个位置回查一下 继续去反抽啊 这种概率比较大 因为它一直是维持一个震荡向上的 目前的话都没有出现过一个回调的一个情况的 那一天之内的线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我们来观察 之前的话这个位置的话是出现了一个 我们说的一个时差的一个动作是吧 这个位置出现一个时差 那确实是出现时差的后啊 整体的价格的话 就一直出现了一个 冲高回落啊 那这个位置出现一个时差之后啊 它再次冲高一波之后啊 冲到一个38,400多美金这个水平 然后出现了重新回调的一个情况 那这种MCD的话 已经出现一个零条上方时差 之前出现的话 都是出现了比较深度的一个回调 那这次会不会成立啊 那我们继续观察这个 36,600美金这个水平啊 是否能够跌破 如果跌破的话 真正意义上的话 你要去选择一个离场啊 是吧 但是现在的话没有跌破啊 不用紧张啊 还是可以去继续去持有啊 整体的一个比比多头啊 或者是回调在下方 36,600美金 你可以去尝试去在左侧 做一笔小的一个多单 但是要小的一个仓位去操作就可以了 那整体来说的话 这周的话应该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 因为整体的一个加密价格的话 也没有出现一个多大剧烈的一个回调啊 反而是出现一个稳 起稳在一个37,000美金这个水平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比特币在这个水平啊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目前的一个清算强度啊 其实主力是在一个36,600美金 大家也可以看到有6亿美金啊 这个斜率的一个顶端的一个位置是吧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测试的这个支撑点呢 是完全是正确的是吧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一旦去过了这个位置 有很多的一个单子的话 它就会平掉啊 就是强平掉啊是吧 也会手动把它关掉啊 一些作为一些交易的一些用户是吧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主力啊 主力点赢就是在之前那个38,000美金这个水平 也就上方这条顶部的一些位置啊是吧 38,200美金左右水平 也就1000点左右啊 其实说多也不多是吧 这种行情的话随时反弹一点的 把那个2%啊就已经超过啊 38,000美金了 所以说非常容易去操作啊 你看 波动个2%是吧 啊冲破的上方这个斜率这里也最高点啊 38,500美金的话有8亿美金一个空单进行清算啊 所以说无论去往下还是往上啊 1000点左右啊 这一定有那么多钱啊进行流入一个交易所 然后亏给一个交易所 然后亏给一个交易所 说明的话这如果你是交易所的人的话 你会怎么去操作是吧 其实的话我更倾向于啊 暴一波空头啊 然后再继续上涨 可能啊 会更好 暴一波多啊是吧 再清算一下压力啊 更好的进行这样子涨 之前的阻力不用多说了是吧 也就是之前的这个这片区间是吧 我们说的也肯定要去解套 比如说时间的问题啊 现在它会慢慢去震荡向上啊 波动去等待它的一个大跌了 你要等它跌个百分之九十年啊 你估计你等不到啊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的一个情况啊 以太坊的话也是很好操作啊 那以太坊的话在今天 是出现了一个洗牌那个动作啊 之前的话它去测试 上方这个2150美金的水平 但是没有去成功啊 没有去成功啊 反而在这个上方的位置出现一个 背的一个情况啊是吧 MCD的话也是出现一个零流上方的死差啊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对于以太坊来说的话不太友好啊 不太友好 但链上来看的话 有很多人持续去买这个以太坊去抵押 再买去质押 是吧 去持臂升息啊 说明的话还是有部分的人 继续去看好以太坊的情况 那之前的话在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有一波的一个突破 突破这个位置 突破位置有一波的一个多头在这个 突破位置的力啊 应该是不是很强啊 应该不是很强啊 它更倾向于一个慢慢去震荡啊 去走这种行情啊 如果它现在这一波没有去冲破的话 说明以太坊的一个动量还是不足啊 动能还是不足啊 需要刺激一下它是吧 那之前这个阻力的话很难去突破 很难去突破 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向上突破 但是的话 几次啊 向上去测试这个2150美金的水平 都没有去能够达到成功的一个位置啊 那现在距离上方的点位还有100点了 那今天日内的话还是一个啊 空头啊 空头占据一定优势啊 那下方比较强劲的支撑 肯定是在2000美金这个水平啊 2000美金的话一定是能够啊 做出一个支撑点啊 这个位置是非常强劲的 所以说如果你想考虑做多的话 你可以去考虑在 2000美金附近啊 这一片区间啊 考虑去做一些以太坊一些多头啊 如果跌破的话就只损个二三十点了 没有它的问题 如果上涨这个位置是吧 向上重新去测试上方那个2150美金的话 那你得赚大发是吧 盈亏比还是可以啊 看你怎么去操作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以太坊的一个阻力点啊 那阻力位置其实它的一个向下的阻力就是在2000美金啊 2000美金有一个重大的支撑点啊 是吧 2亿美金的一个位置啊 其实网上清算的一个空单会变多啊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去做空啊 其实如果以太坊的话 再继续反弹到上方的一个2130美金啊 2150美金的话 接近有很多的一个空单会被清算掉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可能会回踩一步啊 那看以太坊能不能回调到2000美金 如果回调到2000美金的话 可以去尝试去做一车 做一些左侧的一些多单啊 那日内的话还是一个空头占据零优势啊 大家也要注意一个风险 那今天的内容的话先说到这里啊 大家如果还没有点赞加关注的话 可以去关注留言 好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